千欢万唤似出来 大家为何最初会见到 不时片头的片头 原因很简单 历来很多观众都会问 自从疫情过去之后 为何我们还未见到网罪 这个问题终于有网罪 是一个很深的问题 因为后面牵涉到大家有没有空 大家有没有空 你有空我没有空 你我有空你没有空 还要找地方 结果现在我们找到日子 亦都找到地方 所以在此需要和大家公布 日子是2023年5月26日 即是网罪 这个日子我们经过了一定考虑的原因 大家会否有空 出面Family Day 似乎那天会比较容易唱谈 那天是星期五 地点是哪里呢 就是遥半冬的私房菜 具体地点是官藏兴业街明生工业大厦八楼 大家不需要太紧张 我们有位同事专门负责登记 就是电话号是92672622 打给这位同事便可以 大家不要当他24才是易线 他也要睡觉 不是令他晚上 我认为他不会听 你最好就是正常办公时间 或者办公时间以外 麻烦你去PM 对你收信息 我认为PM可能更好 不容易搞到人 有些问题是他要直接问的 那是 比较放心的 例如多少钱 多少钱现在未确实 但一定是好东西 大家会觉得稍为贵一点 但我觉得跟陈志凡博士 和其他节目主持人是值得的 还有东哥私房菜是给足料的 是 一定没有抽空搞料的 我们相信大概是700多元左右 大家就自己决定如何 我再提及一次 因为我们现在也想着 因为疫情的限制不太大 所以我们会调多一点 所以大家如果今次向遇的话 就不用太担心 我也希望未来就不要借一场 多一些机会和大家接触 人数的上限是40人 因为地方本身再放多一些 他们没有位置错 我估计大约三围左右 当晚除了我和陈志凡博士之外 应该有其他节目主持人 例如今次有阿Kat 例如青海神秘学的Lawrence 如果她有空间 还有神秘嘉宾 神秘嘉宾是谁呢 既然是神秘 那就不告诉你 另外有抽奖 抽奖是很遗憾的 这件事本身是我的错误 因为当时陈志凡博士去了英国伦敦时 带了一个斯芬·河庆的金币 不是金币 而是康山 这个是5年前的 5年多前 那时斯芬·河庆还未死 他就叫我找机会送出去 我认识了一条刁转的情况 就是我想了一条问题 应该答到可以取得这个奖 结果我想不到这个问题 是 结果最近我搬了时才找到这些东西 幸好你找到这些东西 我觉得如果和大家有互动 就尽量找到一些东西 给大家抽一下 即是过晚有抽奖的 可能这个是头奖的吗 不是 这个是安卫奖的 这是安卫奖的 那是头奖的台奖 赶紧一口吧 这是一个惩罚的 当然再想一想吧 当然要尽量找一些有心思的东西 你可否送一本书出来 送一本书吗 要我临时写一本书出来送 你不要这么说 例如斯芬·河庆的时间选市 那类的 或者是为观众而选书 上面加上我和台长的签名 要纯印就另外加钱 总之那晚大家就很开心 因为见过这些政府主持人 我们整几年都没有办过这些活动 所以大家如果想参加 可以尽快打电话给92672622 梁锦祥工作室的工人员 有什么疑问 我们下次再回答大家 我们现在到了科学回忆录的时间了 这个题目本身也不是第一次说了 但实在在商场牵起热潮 就是Pinfoil的导演 Christopher Norton 他的新电影是Oppenheimer 应该在今年的7月上 我们记得去年7月的时候 他也大肆宣传 明年7月的这一天就会上这部电影 所以这部电影在去年7月 第一步先声夺人时 我们已经知道有个动静了 所以我们也留意着 到今年的7月 会否有些东西可以推介一下 甚至台掌影碟情报室 你没可能不提及这些电影 这个可能是神秘之夜 神秘之夜 但科豪也说得 与这部电影中讲的人的主角 与他处生时代的历史有关 Oppenheimer其实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曼克顿计划做第一粒原子弹 就是由Oppenheimer 去领导整个科学家的研究小队 来带领美国第一粒原子弹诞生 他前几天推出了一个新预告片 我睁一眼看见爱因斯坦 有人败爱因斯坦 而那个地方就是普林斯顿的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即是爱因斯坦是中老的地方 但当时可能已经是隐居 也不太多 但这件事为何牵涉到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曾经试过写信给罗斯福 我告诉你德国是有他们的研究核子技术 甚至乎他们在当时学界内部 就传说德国研究核子的技术 是被美国领先的 这肯定是 因为在第二次大战前 现在1936年 他们是第一次发现有元素的裂变 是他们最先的 是的,有元素的裂变 而且重要是有元素的裂变 可以在一些特定情况之下 受理控制之下有度发生的 有份参与开发这些研究 就是居里沟丽夫人家族的人 所以当时整个研究中心 很多的专家都还在欧洲 而一部份精英专家就去了美国 所以有德国方面去研究 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 用核能或核子来做武器 有他们的矛头 然后美国方面也意识到这个危机存在 好幸运是开了这些研究 是的,现在台长展示了这部电影后面 拍摄一个有人企图扮爱因斯坦 但是扮得不像 扮得不像 原因是什么呢? 头发不够长不够弯 要crazy些 要再厉害些 要假发再假些 他为什么当时要剪成这样的发型 不知道 你问一个科学家如何有这样的发型 他可能会告诉你 我不想剪成这样 我未见过其他人有这样的发型 他不想打你 而这个场景对于一些做科学的人 不要只是做科学 应该是普林斯顿的人一看这个就知道 就是IAS 就是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高等学院 高等研究学院 不是高等研究学院 是的 譬如华人社会 譬如余英时 他以一个文学人的身份 去了IAS 然后在香港曾经有些香港裔的研究人员 有去过 我们也有间 我们城大有间 那间就明明是抄抄这间 科大也有间 是的 但当然科大那间的人 也有人曾经在这里浸过 就在IAS浸过 他旁边有个湖 另外是杨振宁 很长时间在这里 杨振宁在这里的时候 亦和安因斯坦有交流 两个都有 他们两个杨振宁和你城堂 都懂得Openheimer 是的 是Openheimer很欣赏他们的 是的 而我们甚至乎说 之前说科豪云役路 说吴建雄教授的故事 吴建雄教授便跟着Openheimer 所以这一个圈子 你提到尖端物理的研究 你提到Openheimer 欧阳斯坦 那些后来战后的杨振宁理政道 甚至是参与过 马克顿计划的Richard Feynman 那些人 甚至Ed Taylor 这些人在这些地方有足跡 认识这些人 一定有 我相信这套戏内会全包罗这些人 这个是谁扮谁 那个是谁 暂时都是我承识的 那有没有人扮杨振宁呢? 杨振宁在这里没有参与过 没有参与过 他只是在普林斯顿那边 他们两个有做过 也未是 如果你说杨振宁那时候 他还在芝加哥 因为他真的到战后 他由芝加哥后再到普林斯顿 但我相信他说这段 并不是在曼康顿计划里面 应该是他 后来完成这件事 他去找艾斯坦 这个就是 你对这部戏有什么期望? 期望? 很想看看这个人的人物性格 因为如果问我 Openheimer这个人 你说他的学术成就里面是否高 但是否最高那一只 我又不会说是 但他主要是他的军事领导成就 去弄这个原子弹 但你要没得碰这班科学家 要他们跑数 要他们困住 你要想想 这班科学家 你要乖乖地和你做研究 你要顺着他们的毛去疏 你要让他们自由空间 不可以让他们那么大压力 当时就在想 但因为这个任务是很秘密的 你的科学家可以进来 就不要乱走出去 而且要保密 整成了才能走 你要说是一个囚禁 你会否参加这个计划 如果我想请你参加 但你进来 但请我不会告诉你什么事 是 你最后是说明 进来你搞不成就没得出去 什么时候搞不成 我不知道 做什么我不知道 你谁肯来 所以Openheimer这个人 要自己统筹这件事 他里面有提到的细节 就是给他家人来 但家人也不可以出去 你要带哪个家人来 你就会安心陪着你家人在那里做 那里面的东西我们全部都供应给你 你要建立整个系统 一个后勤系统 然后你要令这些人 如何好好地合作 去分配这个工作 他选择的方法 他统筹最后是成功地 令他赢得德国那边 就是管理的能力很高 我会说如果说那种 很典型的Alpha Male的人 就是那种很扯得 很刺激 然后很压长 很有一种冲锋陷阵的将军 一个科学家的将军 去领导这些人 去整一架人类文明而有史以来 最厉害的炸弹 主要是从武至要你交货 整成管理好所有人的 衣食住行情绪问题等等 所有的事情 然后还要工作 但也知道 一个Alpha Male 除了高院和分泌很厉害 这个人都会风流 个个都风流 我们以后可以谈论物理学家的情绪 所以我很期待 如果在里面看到 将他这个人物的个性 呈现出 如何去造成这件事 我真的有看到 但我觉得导演有其他企图 是吗 他想探讨道德的问题 OK 因为Opermeyer做完后 他对自己很大怀疑 是 是 究竟这件事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是 其他有份做的人 当然有不同的情况 例如Al Teller 你混Teller就是计算做 还要做得更厉害 做完完蛋 做完蛋就做核弹 轻弹 轻弹 有人问你核弹和轻弹的分别 我想我们将来会谈谈 你这会给我30秒再谈一次 普通的核弹 用材料 用一些有元素或者不元素 它里面基于一个核裂变的碾式反应 但是如果在谈谈轻弹 简单一点 你要用一个普通的原子弹 去点着一个轻弹 从而促成核醉变反应 一个是裂变 一个是最变 它也是核变 但是用不同的材料 要用一个普通的核弹 来点着一个轻弹 所以轻弹是更厉害的东西 粗疏地告诉你 接下来的战略 战略的末段 会说明后 它被踢走在武器研究中 因为似乎有左派 甚至背景不够干净 这是一个悲剧 我相信他们现在问这个问题 就是作为一个科学家 他初初以为这样做会出现 这样的结果 但到他来说 是完全跟他想的事与愿违 这是否一个科学 可以解决的问题 我相信是Christopher Nolan 他们会探讨的问题 这部分我们不需要探讨 我们将人看电影也有 接下来会说 另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曼特尔计划之后的后遗症是什么 很多 你有几个面向 如果说对于被炸的人的面向 我们将来在其他科学会议里 可以再看 其实有很多故事可以说下去 但是又很有趣 在一些很基础的科研 一些很意想的side effect 其实我们又可以 把一些其他科学知识去说 你知道它这么大的爆炸 温度这么高 它对于周围整个地貌 改变很大 其中就是它的温度热到的地步 将很多东西都融化了 然后整个分子结构重组 所以一下子是很多一些 你融化了泥沙 会出来的玻璃状的东西 其中一样就是那些玻璃状的 玻璃状的玻璃是什么样的东西 它是否在斯坂尼出了很多 在新闻者里出了很多这些东西 是的 而且在不同的距离和深度 又会出到不同的东西 你说如果最粗浅的 一个普通的闪电 串到一个石头或山上 都会产生到很多玻璃状的东西 其实将一些泥沙融化的东西 如果说玻璃状的东西 就不只是看下去像玻璃 而是你真的将它放大 在一个显微镜结构下面看 就是那些原子排列 是很混乱地 很挫乱地去扣在一起 即是你如果想想 你是一粒盐的结晶 入面你放大它来看 那个分子结构 就是很整齐地排列 一格一格 好像一个钢架 以一个很特定的形状 我们会说 它的原子排列 是呈现一个周期性 或者有一个空间平移对称 我们会用这样的术语去说 即是你会看到 走一段距离又见到一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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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整个结构是3D 那些就是叫做晶体 一个Lattice 的凝聚态结构 这些东西在大自然上很多 甚至乎泥沙内也是 那些二氧化值也是一种很稳定的晶体结构 另外刚才说过玻璃的东西 就不是了 很错乱地排列 你看不到有一个周期 那些东西就 扭来扭称 扭来扭称 然后你不可以用一条很简单的公式 说它有一个平移对称 没有这些东西 那些是玻璃体 有没有在中间的 这里就很有趣了 其实我们很诧异就是 我们理论上去找得到这些东西 但我们现实上 我们不是很容易找得到 但竟然就是因为这个曼克顿计划 或者很多的原子弹试爆的计划 去找得到一些 我们理论上认为可以出现 但实际上未找到的晶体 甚至我们现在有能力 去人工地去制造 但这些是否可以自然地产生 其实我一直都不清楚 而这种东西 其实我们以前科学生子有提过 这种叫做Cosic crystal的东西 半晶体 半晶体 那它究竟是什么 这里又要回应我们以前所说的内容 晶体和玻璃体 是一个很整齐结构的东西 和一个很不整齐结构的东西 有没有在中间的东西呢 也有 如果大家想一个问题 如果要你用两种不同形状的东西 去密铺平面 大家想起以前小时候去茶室 住堂楼 用纸皮石 有些砌八角形的结构 有一堆八角形 八角形中间还切了十字 然后再加上四方形砌 砌出来的砌图案 那种周期性的结构 也有些东西 但譬如现在台掌展示出来的东西 你觉得都好像砌瓷砖 但很有趣的 你看到它有一个图形 但这种结构 你很难用一个很简单的公式 告诉它走过多少个距离 便会看到同一样东西 很多时候有几组不同 并且复杂的结构 放在里面形成一个 你认为它是 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是的 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是的 但你会看到它并非正常的 它并非完全集乱 像玻璃状结构的东西 但又不是那种 一格格四四方方三角形 或六角形去密铺平面的东西 而似乎是用多过一种形状 甚至两种三种形状 它砌出来一种周期结构 不是很简单表达的东西 譬如很简单说 你懂得用 我们经常说 用风巢形状六角形可以密铺平面 用四方形三角形可以密铺平面 然后用正五边形 便不能密铺平面 但如果不是正五边形 而是一些不正的五边形 有些边长一些有些边短一些 其实你可以做到有一种五边形可以密铺平面 而那种铺平面就像这类 它并不是一个很简单平移的对称结构 用一些其他古怪形式去密铺平面出来的结构 就是一种二维的Cosicrystal结构 如果引伸到三维又如何? 就是用一些不是很标准形状 或者多过一种标准形状的三维的積木 来砌一样东西出来 可以填满一个三维的空间 那便是一种叫做三维的半晶体 三维的Cosicrystal 这件事在数学上可以出现 我们硬强做都可以做到 以现在的技术 但可不可以自然地形成 其实一直是一个迷 即使可以自然形成 在某些条件之下可以自然形成 我们一直都搞不清楚 有人说太空应该有很多 因为太空有很多激烈的撞击事件 但在地球上激烈的事件最激烈有多少? 核爆这些就算是了 或是大型殞石撞击也要看有多大型 所以不如是一个核爆 竟然在很多原子弹 核武核试计划里面 地下核试好 总之能够达到到处的泥石 便会找到这些Cosicrystal的东西 所以这件事就验证了 例如Roger Penrose 在这些密谱平面问题研究中 终于可以有现实的现象 可以说是有这件事 他有没有什么应用我就不知道 他也说是有的 这种结构 会否给予一种特定的物理特性 会否是一种新的材料 这就可以向这个方向 他现在说将来的电脑 半导体 半导体 可能会用到这种Cosicrystal 其中一种半导体的蒸体 如果你能够很界定清楚 在什么情况之下 他能够弄到这种Cosicrystal 再弄它出来用在其他东西 这就可以是一种工业生产 是的 涉及到马克顿的话 其实还有很多东西 例如里面的特务问题 苏联的特务如何渗透这个计划 里面的团队之间 成员之间的政见的冲突 和矛盾 其中一个例子很搞笑的 人们很讨厌Edward Taylor 他人当然是很霸道 但其他人很讨厌他 他夜马彈琴 深夜 而且他不英俊 他不英俊 他相当不英俊 但相当聪明 匈牙利人 匈牙利人的科学成就很奇怪 在他自己的国家不太好 但到美国 很多个人都强得爆灯 杨诗玲教授其实是他的学生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个星期作业 拜拜 拜拜 梁錦祥工作室 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坚拒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 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支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 按赞 分享留言 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节目